再创建一个样式文件 放在styles目的下面 名字是button.wxss 再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用这个add import 导入刚才我们创建的button这个样式文件 然后再回到这个按钮的样式文件 添加一个button 这里我们先把button元素 变成一个inlandblock类型的元素 display设置成inlandblock 小程序里面的按钮都有一个边框 要去掉它我们可以这样 第二button 冒号冒号after 设置一下按钮的after这个微元素的样式 把content设置成none 再继续地去设计这个按钮的样式 用margin添加外边距 大小是四个像素 再用background设置一下背景颜色 颜色的值可以是101112 然后再用piling去再按钮的内部添加点内边距 上下的是0 左右可以是24个像素 接着我们再用一个color去设置一下文字的颜色 用一下rgba 颜色那是黑色 不透明度可以是0.6 然后添加一个font weight 值是bold 让这个文字可以加速显示 再设置一下bold radius 可以是一个像素 font size设置成32rpx 再添加一个transition 给它添加一个过渡的效果 时长是0.3秒 支持所有的属性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单独地设置一下 带primary类的按钮 button.primary 把背景颜色设置成黑色 文字的颜色是白色 不透明度是0.9 按一下button组件 会去应用一个button hover这个类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这个类的选择器 然后我们就设置一下它的样式 去把这个opacity设置成0.75 下面再去预览一下 按一下这里面的按钮 这里会有一个过渡的效果 让它们开始进行 是可以一步重复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